但是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费钱啊 自从我被我媳妇关了以后 我都没有金钱关念了 真的工资度于我来说 就是手机短信里的一段数字 反正最后都会留下 我媳妇的卡里 啊不对 是我和她的家庭共享基金里 其实我就还算好 再怎么说家庭和谐 我昨天呀 和设计部小李聊天的时候 发现不是每个家庭 都像我这么幸福呀 昨天我跟设计部小李聊天 小李 你和媳妇感情怎么样 小李说 这么跟你说吧 我和我老婆是 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我说那夫妻关系一定很好咯 小李说 我是说我们每次吵架 都闹得你死我活 还是单身好 好不好你自己心里 还没点数嘛 人生苦短 很多没有必要的争执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不少人总是在外人面前 磕磕磕磕磕的 却把自己最糟糕的脾气 给了最亲密的人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 请换个太阳来生托吧 我不是要你反过来 对外人坏脸色看 我是要 我们是要当一个和善的人 好不好 和谐受害 和气生财 大家都不容易 相互体谅一下是最好的 我发现啊 最近朋友圈的刘姐 她就力气很重啊 大家知道吧 你最希望看见什么东西打折 前刃的腿 刘姐力气好大呀 复制力气大 纵前刃的时候力气更大 这就叫因爱生财 女人啊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啊 有一种规律叫能量秀横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有的只是你们无缘无的自拍 有些人因为被爱呀 所以有安全感 有些人因为有钱 所以有安全感 如果说这个刘姐属于前者 那么后者就是我朋友 孤独孔学 小伙子胆情肥呀 还敢藏私房钱 最好 dz Rainbow ass 优优独孔 优独播剧场